哈喽哈喽 欢迎光临我的虾皮卖场 这个影片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台微侠机 它是奥林巴斯的C755 这个影片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这台相机的状态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 外观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正面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瑕疵 没有大的瑕疵 还有那个无字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正面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荧幕的话就是我简介里面说的 这个周围的话稍微有一点老化的痕迹 这个的话怎么说呢是比较轻微的 它既可以 你说它是正常使用痕迹也可以 你说它是有瑕疵也可以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算它是瑕疵吧 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明显 然后开机的话是完全看不到的 一会我开机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个点就是 介绍一下它的配件 配件的话首先这个电池 电池的话是这种三号电池 最普通的三号电池 然后我个人建议的话呢 电池的话第一买这种充电式的 因为这个相机相机一般来说是比较耗电的 它不像是闹钟 它因为有闪光灯啊什么的 会比较耗电 所以说我建议买充电式的 这样你可以反复使用 不至于每次都要去商场买电池 然后第二点我建议买这个 大品牌的比如说松下东芝之类的 我个人建议松下东芝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品牌的都可以 不要买一些杂牌也不要图便宜买那些便宜的 第三点的话就是 电压的话我这边用的是1.2V的 然后过年一个参考吧 因为每台相机都不一样 这台相机的这大电压是6V应该是够了 1.2V或者1.5V都够了 1.5V的话4G正好是6V 然后1.2V的话它也是6V以内的话应该是可以带动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介绍一下它的记忆卡 记忆卡的话我说错了 我说的S4M卡实际上它用的是XD卡 然后这样的话我免费帮您做一个升级 您拍的是64MB的S4M卡 然后我免费帮您升级成128MB的这个XD卡 然后按理来说应该是这个要贵50块的 然后我这个差价就不用你补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卡发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和您说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然后我们开始试机 这个怪我了 因为这个系列的相机大部分都是SM的 然后您拍的这个碰巧是一个XD的 所以我是比较意外 刚刚设计的时候比较意外 然后我们把电池放进去试一下吧 电池装的时候不要装反的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标志 正复复正复不要放反的也可以 然后开机开机之后 我们先把开机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盖拿下来 你看这镜头也是很干净的 让我们开机开机的话这个红色大约 按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个 嗯开机之后 首先它这个是电子显 电子取景器进行显示 然后我们一般都用这个屏幕嘛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单击 按一下这个就亮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萤幕 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因为它这个老画 只是这个萤幕表面的这个老画嘛 所以说你开机之后是 不会影响任何东西的 然后我们正好测试一下萤幕 萤幕的话是我们 我们拿白色的墙壁作为背景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萤幕是很干净的 没有任何的老画发黄 这类的阴影都没有了 状态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看这个右下角有一个124 说明这张卡可以拍是124张照片 然后我个人觉得的话 应该是够用了 也没有必要买太大的卡 太大的卡也比较贵 够用即可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然后我们试一下按键 按键的话中间就是菜单键 菜单键的话它有四个选项 左边的话是画面就是这个 一些画质的一些设置之类的 然后正好我们试一下这个 上下左右这几个键都是好用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模式的一些 按钮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设计 设置 这台的话好像没有看到有语言设置 所以说只有日语 但是好在它这个菜单比较简单 如果有不懂的话可以来问我 一般来说我们设置的话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转轮就可以了 里面的一些设置的话基本上是不用动的 然后如果说你想设置的话也可以联系我 上面的话就是 其实它这些它这个上下左右这几个 都是同样的一个菜单而已 确实是没有语言 都是一些声音啊时间啊什么的事 日期啊之类的 好我们不久解了 有不懂的话可以问我 然后我们继续试 然后 这个键这个键的话是我们这个闪光灯 我们试一下这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的闪光灯 闪光灯的话我们 先把这个打开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闪光灯会自动闪 它闪的情况下是说明这个闪光灯正在充电 当它不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拍摄了 可以看到这个闪光灯是正常的 这台机除了这个一点点的小瑕疵以外 其他的功能全部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回看回看的话就是连着按两下这个键可以 双击双击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拍的照片 然后我们按中间的ok 然后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删除 啊等一下我研究一下啊 删除是这个键这个小辣机桶 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方便了 就不用在菜单里面找了 直接按这个就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主要设计的一些操作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转盘 转盘的话就是眼瞬意外 不是就是就是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一目了然的这种 嗯奥特模式然后 然后人像模式运动模式这些远景模式 我们都可以把可以调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影片的一个录制的功能 可以拍摄369秒 然后同样的还有批档 然后同样的这个这个的话就是相册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也可以也可以通过这个相册模式 进行查看照片 也可以连续按两下这个 那么按一下的话 单击的话就是来形化这个电子弦取决器 如果说电量不足的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这个电子取决器这样会少一些电 嗯全新那个数没有任何问题了 嗯 然后这几个按键的话也介绍一下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测光模式 有一个微焦微焦的镜头 你看它变成远焦的 微距远距 这个的话就是闪光灯 我们可以把它调成强制闪光和自动闪光 还有那个防空眼的一个模式 好然后这台机的话 嗯就这几个按键啊 这个按键的话基本上 这个叫数数码变焦一个是开off 这个是开然后off是关 数位变焦这样一个模式 按键是好用的 然后具体的话 您可以每个模式都试一下 然后多调试一下不同的 都尝试一下不同的模式 嗯然后看一下那个出片怎么样 嗯不懂的话可以问我 然后这个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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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